这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度 政府曾向贫困者 被压迫的群体伸出双臂 为他们提供庇护 但这已经是过去式的美国政府 星期六 民间誓言要找回那个包容与人化性的美国 全美各地600场示威活动同时上演 在首都华盛顿 示威者走过特朗普酒店 走过大道 聚集在白宫附近的广场 全城不断疾呼 想要唤醒特朗普的良心 同样是小孩 也同样他在美国的土地上 身份的不同 却让人面对截然不同的境遇 这一天 美国的孩子有话对移民儿童说 美国唱作人 埃利西亚凯斯在现场朗读一位 在美墨边境与孩子分离母亲的信 但失去父母的孩子 现在最需要的或许是一首摇篮曲 米兰达的歌声在华府飘扬 至于在洛杉矶 约翰传奇也加入示威 高呼加诊应该在一起 我以前想说 我该来说 如果你射撕我 你也得撕直 但你是否与你能一万一来 在外面 在外面 在特朗普的家乡纽约 数以千计的示威者顶着大太阳 走上布鲁克林大桥 高呼欢迎移民的口号 然而抗议者的呼声或许无法传到特朗普的耳里 因为他在新泽西州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 但车队所经过之处都有抗议人士聚集 即使耳不听为敬 也无法对示威者的标语牌视若无睹